大家好 歡迎收聽AM1450美國中文電台 粵語台 你現在收聽的是熱點訪談節目 我是主持人譚敏妍 今天的熱點訪談為大家請來一位重量級嘉賓 為什麼說他是重量級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從一名UCSF的國際學生 然後到東華醫院的首席門診和創新官 也是首席的運營官 再進一步成為了東華醫院的行政總裁 他是UCSF臨床的正教授 他也是2020年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 同時他也擔任多家公司的一個董事 以及是領導的職務 因為他在推動健康和改善醫療政策方面的特出貢獻和成就 他獲得了加州參眾兩院 授予了2021年到結出女性的稱號 同時也獲得了舊金山市議會 授予了2022年女性歷史月接觸貢獻獎的樹榮 是不是非常厲害呢 介紹了這麼久 可能大家都會很好奇 究竟這位重量級嘉賓是哪位呢 馬上為大家請出來的就是東華醫院的行政總裁 張建青 Dr.張 我們的張博士 你好嗎 你好 聽眾朋友好 非常感謝張博士百忙中抽時間上來我們的熱點訪談 其實為什麼會請張博士上來這個節目呢 相信大家近年來一直都會很留意的一件事就是一個壽雅的事件 而且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為什麼受到傷害的都是亞裔 都是華裔 那怎樣去看待亞裔其實現在在當今美國社會所處的一個地位呢 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提升得到呢 其實亞裔或者華裔在我們社會中的地位呢 所以其實很想請張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個感受 好的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會面對這種情形 那現在最近的情形來講 不單是其中我們看到華裔的老人家被人打 那我們的那些職員呢 年輕的 坐巴士都被人打 然後叫他們get out of here go back to China 叫他們回中國 現在很離譜 大家要知道的就是這個種族的歧視 仇恨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 一個世紀前已經有了 我們用東華醫院作為一個例子來講 大家都知道東華醫院是1899年的時候成立的 為什麽會成立一個自己中國人的醫院 我們要看歷史123年前 那時候很多唐人來美國建鐵路 他們來建鐵路做得很辛苦 大家都知道鐵路勞工做得很辛苦 但是他們病了 主流社會的醫院是不讓他們進去的 他們是不可以進去看病的 所以我們唐人其實也是很resilient 生命力很強的 去到哪裏他都可以 落地生存 所以他就在很辛苦的情況下 建立了自己的醫院 所以這次疫情大家看到很多人仇恨中國人 甚至我們的President 自己都叫COVID-19是Chinese Virus 也是這個原因看到很多人來仇恨中國人 亞裔 這個不是第一次 1900年初期 那時候有個鼠疫 就是Bulbonic plague 那時候也是這樣的 比現在更厲害 就是他把唐人佛整個quarantine 整個quarantine起來隔離 然後不准進去 不准出來 是那時候得到鼠疫的病人 是唯一可以去東華醫院治療 不准進去 不准進去 封了整個 好像封城一樣 封到唐人佛這樣 這段歷史 就連我都不知道很清楚 你知道這個鼠疫 是這次有一個documentary 紀錄片出來 叫做Plague at the Golden Gate 大家都要去看看金門鼠疫 這個documentary是剛剛出來的 5月是Asian Heritage Month 就是我們亞裔月出來的 大家看看 會知道當時的情形是怎樣 所以種族歧史 其實是一直以來都有的 還有我們亞裔怎樣去爭取我們的權益 就是有很多 我們都做了很多 跟那時候到現在 兩次的疫情的比較 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的歧史 已經是好了很多 已經好了很多 但是應該是這個時候 100年之後 不應該再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120年之後 其實 但是我們還是看到很多 類似的情形 還有發生的 所以是很傷心 我上個星期 和一個社區的領袖 和Mayor Willie Brown 吃早餐 職業區會 然後他就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他說 我認識Mayor Willie Brown 那時候是他做市長的時候 有一次他們不知道是有什麼事 他問他 為什麼我們亞裔 或者同仁 這裡這麼多這樣的問題 政府都不理 他說 It doesn't matter 所以他寄起這句話 他覺得它 doesn't matter 其實不是Mayor Brown 覺得 doesn't matter 他是覺得 你們華人 為什麼呢 你不去投票 所以那些人不看到 有需要去幫你 剛才說起我們要做什麼 首先一樣要做的就是要投票 投票就是你發聲的地方 沒錯 是你手裡面的武器 沒錯 所以你不用很被動 所有人都會抱怨 為什麼我們被人看不起 為什麼我們被人歧視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投票 第二就是要鼓勵華人出來參政 就是要有選出來我們自己的代表人 沒錯 幫我們去發聲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投票的力量 是你看不到這麼重要的 所以那時候 好像你剛才這樣 shocking的表情 我說你這樣說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要換線 要換成你們 Asian community You need to vote If you want attention You need to vote 這是他的意思 其實他這麼多年來 Mayor Brown幫我們唐人 就是有道理 他做市長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pay attention 28年前 他就已經開始跟那時候 Mayor Lee不是市長 白蘭那時候 他們是一群組合 是一起的 他那時候已經是 已經關注我們唐人 亞裔 我們不投票 所以他一直以來 鼓勵大家去投票 大家都看到 這次三萬市 去recall那個學區委員 80%的票是Asian投票的 市真是work 是嗎 就是你可以不work的時候 你要站出來 你要去選票 是很大的威力的 另外就是 我們常常被人說 你們是一盆散沙 常常都是自訴門前洩 是嗎 就是不理其他那些 這樣是不行的 或者是我們還是被人覺得 我們是一嵐蟹 就是那些蟹 一個爬上去 另一個拔它下來 就是really really bad 是的 就是我們自己 是要團結 才有力量的 沒錯 因為改變這個種族 其實不是一個人可以造成的 也不是一個group的人 要很多很多人 要很多generation 就是幾代人 才可以造成的 我們已經看到 我們已經做得有些area 是已經挺好的 有成果 沒錯 還有就是 我們也選出了很多華人 或者是亞裔的代表 去參政 接著會幫亞裔去爭取我們的權力 這個很重要很重要 就算你不去參選 你也可以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參選的人 要錢的 或者是要volunteer 他要你的選票 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忙 大家不要覺得 我不好也不想理好 或者是jealous 別人就不好了 因為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團結 不單是團結我們中國人 要團結所有的亞裔 和其他小歲的族裔 這樣我們才力量夠大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還有就是不要看到我們這代人 也要看到改變這種情形 你要幾代人的努力 我們要教我們的下一代 不要像我們的爸爸媽媽教我們這樣 不准白載 不准什麼就不好了 所以一定要鼓勵我們的小孩子 你有什麼想法 你講出來 就算你不知道的特案 父母就不用知道everything 你可以說好問題 我都不知道 Let's find out together 我們一起去找答案 鼓勵小孩子去創新 去感興趣去參與 去volunteer 小孩子 還有他去volunteer的時候 做義工 對他的升學也有幫助 對他的將來 或者他都會參政也不一定的 所以很多人就要有 vision 有一個長遠的視角 沒錯 又有遠見 我們培養下一代 都可以有leadership development 就是領導力 有視野 更加開闊一點 沒錯 這樣的角度去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是啊 真的非常之好 聽到張博士的這個分享 剛剛你提到領導力 那我就突然間關注了這個詞 你就是一個楷模 特別你能夠從一個國際學生 然後一步一步通過自己的努力 在美國 在我們這個當代 基本上主流社會 是以男性為主導地位的情況下 能夠可以做到一個行政總裁 做一個非常之傑出的領導者 那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說第一我自己是亞裔 第二個就是覺得 雖然美國一直都說是人人平等 男女平等 不過其實現在女性 在社會地位裏面 有提高了 但是跟男性相比 好像永遠都還是低人的感覺 那麼去到這個時候 你覺得其實 女性在工作方面 為什麼永遠都做不到領導呢 是不是真的他們 真的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一個領導者呢 這個問題 你見我了 抱抱一下 到哪裡可以知道 不如我們回去看看 我近來是看 作為一個CEO 我會看很多很多雜誌 書 總之 參考的資料 因為你要知道 近來我看到一篇文章 是Hava Business Revi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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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女性 好像84%的 area 領導力的評估 都比男性好 是啊 那很高的評分 是啊 很高的評分 就是Flexible 這一方面 還有就是Self Development 還有Outcome Oriented 就是追求成果 就是自我發展 還有這些表現 比較高度正直跟誠實方面 就是Honest 這些方面 我們都表現得比男性更出色 就是84%的能力中 我們是more effective more efficient 就是效率更加高一點 這樣比男性 這個數字真的猜不到 原來有個數據統計出來 其實女性在主動性 在協調能力 我們可以這麼說 就是女男性的協調能力 還有她一個自我發展 還有追求結果 以及女性是很正直 還有很誠實 居然她的比例 84%的能力都比男性高 這樣東西 在沒有數據之前 大家憑空想像 就覺得 男性一直工作都非常好 她們有這樣的能力 女性就可能 經常會比較 優柔寡斷 不夠自信 在數據面前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 其實 告訴自己 女性其實很多地方 是比男性 都有一個優勢 沒錯 但是為什麼一直都感覺到 女性在主流上面 是上不到一個領導地位呢 對 其中有兩項 男性確實是比女性 就比女性 比較高 一個就是 Strategic Planning 就是發展 戰略的眼光 對 戰略的眼光 另外就是 technical skill 技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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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技術方面 這個我們要看一下 不要忘記這個360度 360度 的評估 評估 她用的是自我填的 我們女性對自我檢測的時候 我們沒有欣賞 我們沒有欣賞 欣賞 欣賞 還有 沒有那麼 Generous 對我們自己 要求 可以不對自己 所以這方面 或者是有影響的 另外 就是 你剛才說到 我們沒有那麼自信 確實 女人是沒有那麼自信 這一點 是我們要克服的問題 特別是25歲之前 女性比男性的自信心低很多 到了40歲之後 就一樣 從25歲到60歲 那個自信心的增長 男性是增長88.5% 女性是提高29% 差很遠 沒錯 所以男性出來 我想是因為家庭的教育 社會的偏見 導致她自然覺得 自信心爆牌 是的 她自信心是被女兒 你在學校女兒都看到的 她會自信的 然後工作之後 慢慢慢慢 女性就會慢慢 會害怕自己的自信 which is a good thing 一會兒會說到 那個自信心 你可不可以做領導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我自己的感覺 都是這樣 一會兒可以分享 一些這方面的經驗 還有 你剛才問到 是不是女性 真的沒有能力做領導 還是為什麼沒有領導地位 是有很多原因的 其中一個 我現在很肯定的告訴你 不是因為她沒有能力 而是因為她沒有機會 哦 明白 另外我跟大家分享到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福布斯 福布斯 福布斯 對 一個報道 那個報道 就更加震驚 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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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一直以來覺得 我們亞裔的女性 特別是我們中國人的女性裡面 我們首個教育很高的 是不是 然後又很努力 我一直以來 從來沒有感覺到 亞裔的女性 比不上我們其他少數族裔 比如說 輝裔 西裔的女性 震驚 我 我很驚奇 三個晚上睡不好覺 我說 我們必須做些事 這是很噁心 怎麼可以這樣 但是 總結一講 大家都會覺得 我讀那篇文章的時候 初初我不相信 後來我讀下去 我覺得 真的 你懂 這個文章裡面 就用了一個 35歲的 一個亞裔的女性 這個作者 就interview她 採訪了她 然後她的名字 Stella 不是真的Stella 她用Stella的名字 她在保險公司工作 做得很好的 她跟我說 她說 我覺得 我現在處於一種 雙輸的境地 怎麼都輸的 不是雙贏 是雙輸 不是雙贏 是雙輸的 如果我 很強烈的 如果我表達我的想法 或者我的意見 或者我表達不同意我的同事的看法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生氣 然後她反而很敵對 然後別人會看她 冷漠 或者孤立她 或者直接talk over her 都不讓她說完她的想法 直接搶過來 不讓她說 如果她表現得很typical 她的觀點 沒有人會覺得她的觀點是重要的 因為她的看法就不重要了 她的看法就不重要了 她說 她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怎樣好像都不正 非常typical 對 兩邊不是人 感受也不行 感受也不行 所以雙輸就不行 你想一下好像真的這樣的 是吧 因為我做過很多事 我也做過很大公司的 就是沙人公司 好大公司的consultant consultant就是顧問 接著我去trend那些很高的領導力的培訓 或者是那些什麼 你看得到的 她看著你 粗粗下 她看你的時候 是very different 她看到你 That is very true 這個Stella的情形 是very true 是very real 在現實中是非常清晰的 沒錯 我看很多的情形 然後她覺得 我們很多人 連我自己在來都覺得 尤其是 但是不是到這個地步 對 如果有也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其實 真的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經常都覺得 我們艾瑞的女性 很聰明 又很勤力 然後技術又好 跟美國的女性 我們艾瑞的女性 總共才5.8% 但是 但是她們專業工作 裡面是佔了12%的 所以每個人都覺得 you're doing very well 對 其他那些 25歲以上的亞裔 49%的人都有 尤其是學士 或者是 尤其是學士 以上的文童 學力非常高 非常高 白人 只有31% 黑人 18% 還有 西裔 13% 所以我們亞裔 也都因為 你的教育程度很高 跟著 你的經濟回報都在 我們亞裔的家庭的中位數 是超過7萬 其他的 美國人口 是不到6萬2 所以 因爲這樣 變成 其實對我們 因爲 覺得已經很成功 是吧 沒有人覺得 亞裔的女性 是少數 是少數 我們亞裔的美國人 是美國收入最高 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 你應該來說 是我們 應該 受告代二號 才對的 是吧 因爲 我們這種表面上的成功 所以 每個大公司 考慮 要 照顧少數族裔的時候 就是 提升 或者其他機會的時候 不會考慮 亞裔的女性 她覺得你已經很成功 你不需要再提升 你根本都不是 討論的範圍之內 因爲 沒有人 沒有人知道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明白 所以這就是爲什麽 我們 比不上 美國一講到少數族裔 他自然就想到 非裔和西裔 不會想到亞裔 所以 因爲 會是一種偏見 是吧 這就是一個偏見 但是 這個問題 或者以前 我們連亞裔自己 都沒有提出 是吧 是 所以 我們是那種 很老實 做事的那種人 不是說會去爭取 後來如果 慢慢 新的generation 他會去爭取 就被人覺得 他是 很outlier 不是那種 不是很傳統的 一個亞裔女性的形象 是的 所以 亞裔的女性 變成是一群被人遺忘 即是 忘記的一個group 是 直接沒有人想起 是 提升 或者是其他方面 但是做事會想到他 沒錯 因為他們很踏實 而且一定做得好 沒錯 是 真的很感謝張博士 抽絲摸檢 跟我們分析了 為何亞裔 特別是亞裔女性 難以在職場 可以有晉升領導層的一個機會 那麼 面對現在這樣的局面 我們又可以做到什麼呢 怎樣才可以特惠而出 為自己爭取更多的一個晉升機會呢 想要知道問題的答案 敬請留意收聽下一期的熱點訪談 我們會繼續請東華醫院的行政總裁 張健青博士 為大家分享他的成功經驗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